歡迎台灣 一行黑色帥氣競爭搭配造型墨鏡 香港天王郭富城一出場 現場尖叫聲不斷 對我來說我的音樂起點就是在台灣 所以對我來說是有一份非常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如果沒有從台灣開始 我覺得就沒有郭富城的出現 只不過大家可以在台上面欣賞到我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歌迷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台灣在郭富城心目中意義非凡 一結束紅刊十三場演唱會 就立刻宣布要來台灣演出 不過在香港演唱會上的前衛假髮造型 引發震煩兩極評價 讓大家意想不到的這種Iconic 為什麼是標誌性的東西 標誌性的東西就是你一定會記得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在香港這一次演唱會裡面 我試了很多一些不一樣的造型 但是我相信在台灣這一次的小巨蛋 我相信在跟香港的演唱會有一點區別 表示每一場演出造型 都是他對舞台藝術的展現 台北場勢必也會讓大家印象深刻 不過攤開郭富城演唱會時間 二八二九兩天 恰巧與阿妹張惠妹大巨蛋首秀重疊 也對此天王也大方祝福 大巨蛋我也希望能夠有機會可以去 有機會可以在未來的演出裡面 然後在大巨蛋為大家表演 對啊我也知道阿妹在 好像落實了嘛對不對 對所以我在這裡也祝福阿妹能夠可以 有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演出 期待未來也能到大巨蛋開唱 他也預告12月的演唱會曲目 將會重新安排 希望是以國語歌為主 要帶給粉絲滿滿回憶殺 莫不成我們小巨蛋見 民視新聞前教李澤民台北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